今天我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请你给我 一寸爱的光芒 今天我 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 我要把这世界 为你点亮 我的梦想 在每个醒来的时候 敲打我的心房 告诉自己 正宫的道路 还很漫长 我的梦想 在每次把我机会 表达自我主张 显现与你年轻的一样 宽阔的胸膛 所有经历 风雨 风雨 坚强 所有青春无悔 烦恼与成长 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牙 所有冲破捆绑的 热爱与点框 今天我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今天我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今天我 焦恼肚长 今天我 终于站在这世界的远方 我要让这世界为我祈祷 我的梦想 在每个失败的时候 用来祝福我过 懂得幸福就是彼此 依靠的肩膀 我的梦想 在每次浮出汗水 创造生命绽放 告诉世界我们这一代 自信的力量 所有金蜜蜂 都温柔与坚强 所有青春无悔 烦恼与成长 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 所有冲破困朗的热爱与变光 今天我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山上 今天我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山上 今天我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山上 今天我 为我祈祷 为我祈祷 今天我 为我祈祷 终于站在这年轻的山上 今天我 终于为我 我要让这世界 为我祈祷 我要让这世界 为我 祈祷 晚上好 欢迎各位伴随着五分钟长度的年轻的战场 跟我们一起来到这个轻松的体育频道的周末的夜晚 而且欢迎刚刚从巴黎乒乓球市井赛归来的中国男子乒乓球队队 包括主角员领队的十八位将士 你们辛苦了 刚才在播这五分钟歌曲的时候 演播室当中的景象是极其有趣的 很多人的脸上写着笑意 甚至大家朗声大笑 大家似乎看到了自己 看到了别人 这里面既有录像时候的影像 也有刚刚结束的市井赛留下的每一滴汗水 每一个瞬间 歌声唱的挺漂亮的 坐在我身边的刘国良指导说 可以啊 这歌声唱的相当可以啊 其实在任何一个录音坊当中 我们都可以有现代的科技手段 去修复每一个人的声音 但真正能修复乒乒乓球伟大技艺的 只有中国乒乓球这种坚实的基础 和我们强大的运作体制 尽管这次市井赛我们看似难对 只带回了这一座奖杯 但是从十年前的巴黎到今天的巴黎 这十年的转换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年轻的战场 可以完全解读的 今天我们用一个不算充分的节目空间吧 共同分析一下这次市井赛 留给我们哪些深刻的印记 共同分享一下乒乓球的魅力 在台上坐着的 刚才我已经说了 是总教练 刘国良 领队 黄彪 欢迎二位 这座奖杯在我们看来 它有些古旧 但为什么这次我们男队只能带回这一座 因为这一座含金量更重一些 而且能够代表一个国家 一个时代 全世界当中每一个人最梦寐以求的 就是这座奖杯 所以在座的下边这些队员 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名字 能够在这个奖杯底下能够刻上 像我们中国在哪课的 都是我们领队一手去操作 北京都听说在前门课是吗 对 课这么一个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钱倒不多 但至少课这个的师傅 这次少了两个生意 对 少了两座奖杯 因为以往的单向世界表赛 中国队带去五个 回来五个 这次只回来了三个 真正属于男队的只有这一座 可能这个心情对我们来讲 可能是挺平复的 我们觉得这一切似乎都正常 但在乒乓球队看来 这一切是我们要的结果 刘长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球队来说 损失了1.5座奖杯 但是可能对世界乒乓球的发展上来说 可能会更加有利一些 因为从这个周期里面 我们试锦赛已经有五次单向 五次单向都已经包揽 所以包揽了这个很多 已经证明了 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平台的强大 我们觉得就是从目前来说 我们的能力和成绩 已经无需再用奖杯来证明 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能够把这项运动 在全世界能够推广的好 能够发展的好 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和协会 能够投入更大的力量 让全世界都来争夺这个奖杯 那这座奖杯的含量就会更重 我知道乒乓球队每次大赛 回来之后开总结会 总结基本上都是在挑一些毛病 当然也有一些肯定 肯定的大概也就占三层左右 七层左右都是挑一些毛病 看出一些问题 指出一些问题 接后怎么发展 总结会我觉得乒乓球队肯定是特别有特色 而且我记得在张绮科 在整个世界紧标赛开赛前里 开了个玩笑 说上次给我发奖杯发错 这次千万不要再发错了 在哪一瞬间其实你坚定这个奖杯 这届会是你的吗 怎么说呢 其实自己也是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怎么说呢 上一届发这个女双奖杯 其实自己不知道 自己确实不知道 对 我以为是男男奖杯 最后刘老师说是女双奖杯 说不算拿过 争取再拿一些 所以自己也是奔这个方向的努力 是一个平盟 这个历史上的唯一一次 男男冠军捧起了女双的这个奖杯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 总结会当中有些不入耳的 或者听起来有些刺耳的东西 这一次你听到了吗 其实今天总结会上 留意到包括教练组 对我的总结是肯定的声音要多一些 也可能是自己这次比赛成绩 再一个就对一些奖运会之后的 一些自己的起伏 进行一些总结跟个人这种探讨 所以今天的总结会上 还是肯定声音多一些 其实我们知道 乒乓球有句特别著名的话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对张继科这次的肯定多 除了他成绩好之外 是不是我们也努力在打造乒乓球 这个发展新时代当中 我们需要的偶像级的人物 跟继科总结里边我也说了 我当你去年拿完奥运会 拿完大满冠之后 我说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要把大满冠这个头衔摘起来 因为如果你戴上这个头衔的话 你会很重 如果你还想在二次里边 这种去冲的时候 你背不起这样的重量和这种包袱 反过来出了这之外 如果说它上面还有光环 可能你在面对一些失利 一些挫折 一些困难的时候 这些光环会让你自我原谅 只有你真正的拿完之后 全世界最瞩目 最重的这个皇冠 一旦从这下来之后 你放下了 你才能第二次真正出发 所以我觉得继科呢 为什么这次给予他很多肯定 因为奥运会之后 他输了很多场球 也面临着一些媒体 这个质疑 球迷的一些质疑 包括从教练主 包括我本人 给予了很多批评的声音 也给予了很多刺激的声音 这无非都是说希望 他能够警醒 能够放下 能够把这些荣誉 放下 能够不要在这个荣誉 和这个掌声鲜花当中 承受不了 因为继科是一个 很坚强的人 所以他一路走来的时候 都是在挫折和这种困难当中 杀出来的 所以我说 你在这种压力之下 少能够杀出来 但是在这种掌声鲜花当中 更希望你能够站起来 所以这次呢 他能够站起来 能够拿到这个市井赛的冠军 我觉得这个冠军 可能他不拿 中国也会有别人会拿 但是带给继科的 不仅仅是这一个奖杯和这个冠军 更多的 让他看到了希望 我觉得也让我们球队 在树立新的领军人物 无论从打球啊 还是个人形象啊 还是自己的自身魅力 还是内在的东西 都希望继科能够把这个项目 能够带到一个高度 也希望他能够成为中国体育界的 一个标志性的领军人物 刚才刘老老谈到的很重要 就是作为张继科这样的运动员 他需要把这些东西放下 那对于中国乒乓球这个运动的整体 是不是我们应该也在努力地 也想把某些东西把它放下去 我用你的一句话来回答这个 因为在 我记得我们队在厦门的时候 听起讲课 当时那个运动员讲到 乒乓球运动员不缺冠军 未来你们不仅仅是要拿金牌 还承载着对乒乓球在运动的发展 所以呢 应该说从这个周期开始 这个我们上次穿越 为了整个平板球世界的发展 这个项目的发展 这个对一面 这个多元的发展 那么也是一个全新的理念 但是我们看了这次 我们有两个比赛当中 一个决赛我们没有进 一个决赛我们输了 获得另外两座奖杯队员 或者是哭了 或者是欣喜若狂 你们都在现场 这两座奖杯对于 获得冠军的队员的 正向的力量非常巨大 现场是怎么样一种反馈 无论在朝鲜 还是在台北 它都是一个历史性突破 我觉得这个可能带给他们的是一种正能量 是一种信心 是一种信念 也许带给别的国家看到 有这样的希望 就是在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 他们也有可能会获得奖牌 会获得奖杯 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来参与 国家才会给予更多的这种力量 只有说他们全部强大了之后 真正能够和中国队像在90年代的时候 当时老瓦那个阶段的时候 你赢我赢之间 这个比赛悬念再加大了 可能会放大 让乒乓球这个运动本身的美丽 中国乒乓球以往都是处于一种 自我设定的一个情境 就是输不起 这个情境可能并不是乒乓球人 自己的必然选择 可能应该是所有 甚至中间观众的一个必然的心理期待 这一次我们已经转换到可以输了 就是似乎大家都想做转换可以输 从输不起到可以输 这条路到底走了多长 从我当运动员开始 一直当到主教练 大家一直在灌输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 长生不衰 所以无论当运动员时期 还是当教练时期 在座的底下 每一个人都知道 所以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拿冠军 所以在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大家这方面确实做到了 而且也足以证明 乒乓球队在世界的强大 我觉得靠我们的精湛的球技 已经征服了世界 甚至现在世界打中国 他们也这么多年 也很难去战胜我们 我觉得到了这样的时候 反而发展到了一个瓶颈 对这个项目的发展 影响力 那如果说只有想办法 让全世界大家都提高 都调动起来之后 在这个项目的魅力 才能够展现 我记得走之前 我采访过您 希望您对这次参加比赛的 每个中国运动员 都能做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在我脑海当中 逐渐逐渐模糊了 如果现在这个时间点 面对中国队参加比赛的 那七名运动员 您愿意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 在这个时间点的最新的评价 这七个单打 这七个单打 可以不把所有七个人 您最愿意去表达的会是谁 对他们有什么新的评价 像马林 王浩 这个 我觉得他们两个 能够征战十几年 这种精神 一直是乒乓球队 这个提倡的 而且特别08年之后 他们俩 这个已经拿了怪亚军了 完全可以激流勇退 但是正是因为他们这种坚持 这种传帮带 才能够让中国乒乓球队 能够长生不衰 才能够赢取 两到四年的时间 让张继科 马龙 能够站起来 我觉得在这种 转换的过程当中 在这次里边 可能马林很遗憾 输给了日本的小将 松平健太 但他已经尽力了 可能他已经赢不了比赛了 但这次 大家没有任何人给他责备 让王浩 又一次进入决赛 告诉大家 王浩还是一种 不可或缺的力量 也是一种正能量 这也是我们球队 现在非常需要的 王浩在决赛里边 很多次都是输的 特别是跟继科这几年 但是他输 他也能输出一种力量 让大家忘记了 这个冠军 冠亚军 不像原来是冠军是这样 亚军是那样 就是我感觉冠军这种金牌 他对经济体来说是重要的 但不是唯一的 中间力量 是我们这次的主打的力量 像张继科 马龙 续新 我们定为现在当打的这个时代 这三个人 他们是我们的主力军 奖杯最有力的这种争夺者 他们也是进入了前四名 我觉得这里边 继科 再一次 能够领衔 能够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 能够站起来 而且给大家看到了 我们从这个项目 从这个球队 从成绩 到形象 到能力 都需要这样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偶像式的人物 能够出来 但当然 马龙和这个许新 在比赛当中 在夺金的过程里面 都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冠军只有一个 所以说他们两个 还需要 在这个 他们之间这种强强对抗当中 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内心 更强大一些 阎湾和 樊振冬 两个第一次参加单打的小将 本身我们赛前 就是说给他制定的 就是一匹黑马 能够放下包袱 能够打出一些亮点 让大家看到希望 这样就是我们传承的 这种传帮带过程 这样能够接上 所以这次我感觉 延安还是表现得不错 这个能够杀入拔墙 特别在巴金斯的时候 输给了王浩 但他有两局大笔分领先 交了一次昂贵的学费 但是我觉得 就至少让我们看到 我们后继还是有人 当然樊振冬 是最年轻的 也是从二位直接上来的 我们对他更没有 给予太多的压力和要求 但是为了16年 甚至2020年 我们已经在做这个 长远的这个规划 我给二位留出这个问题 每个人可以用一句话 第一话也只能有一个斗号 和一个句号 回答我 观众为什么一定要看 乒乓球比赛 为什么一定要看 现在的乒乓球比赛 它的理由是什么 黄文队您先来 一个斗号 一个句号 乒乓球毕竟是我们的一个国球 大家的国人的这种期待 希望还是比较高 比赛 现场办得很有特色 中国人的优势也很大 也是我们传统的项目 国长怎么 跟观众诚恳地说一句 为什么要看 现在的乒乓球比赛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乒乓球观众 已经超越了 这个冠军是在中国 还是世界 更多的是能够感受和欣赏 我们队员精湛的这个表演 因为有王号 因为有张继科 因为他们的形象 所以吸引了更多观众的眼球 允许主角面也发生失误 可能多了两个斗号 甚至多了一个碳号 也多了一个顿号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理由都是你们心目当中 可以跟观众去传达的 我个人的理解 是乒乓这项运动的 成绩的影响力足够广泛 但是这项运动的魅力的传播 似乎也只走到了 我们理想状态的一半 而且这项运动当中的人 是极具魅力的 需要我们反复去琢磨 反复去分享 感谢二位的第一环节 告诉我们 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 下一个环节 我们把它命名为 王者英雄 希望这样的环节 来表达运动的魅力 表达人的魅力 联想 最后的压轴大戏 再次在张继科与王浩之间展开 这是两人继2010年世界杯 2011年世锦赛 2011年世界杯 2012年奥运会之后的 第五次相遇 张继科王浩 以会师方式挺进决赛 再次验证了 他们是当今拼弹最优秀的两位男拼选手 在这场中国得比战中 两人苦战六局 最终张继科以4比2战胜王浩 成功为年 这样张继科就成为了市拼赛 87年来第六位 缠绵男担冠军的选手 本届市拼赛 张继科再次登顶冠军 创造了中国拼坛 54年来连续四届 获得世界大赛登打冠军的历史 已经30岁的王浩 状态依然稳定 在半决赛中 王浩以4比2击败队友马龙 闯进决赛 这已经是王浩继奥运会 世界杯和世界赛这三大赛中 第12次挺进决赛 奥运会市拼赛 更是连续三届杀入决赛 这何尝不是一种超强竞技状态的体现 王浩与张继科 两人的年龄虽然只差5岁 但在世界听谈 却是两个时代 两种技术风格的球员代表 如果说王浩的纸板横打 创造了几年前 最先进的乒乓球技术的话 到了今天 张继科则代表着更新 更全面的横打技术 其实两个人的多次激烈对决 是世界拼盘 和中国乒乓球技术的巅峰对决 大家好 欢迎继续分享体育频道 带来特别节目年轻的战场 今天我们用不长的时间 共同分享乒乓球这项运动的魅力 以及参与者个人的魅力 我们看到我们的台子上已经换了主人公了 我们在决赛当中出场的张继科和王浩 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我先念一个微博 这条微博发的时间是 5月20号北京时间 18点49分 撰写者就是我身边的刘格良刘志导 他是这么写的 好 世界三大赛12次进决赛 欧运会世平赛更是连续三届 12决赛 比我和小灰两个大满贯加起来次数还要多 外号决赛狂人 黑科 黑色的黑 张继科的科 就是张继科的另外的抽号 黑科 一共参加五次大赛 五次全境决赛 并用最短时间一举拿下大满贯 是被大赛而生的人 在巴黎浪漫之都 520特殊日子 两兄弟如约而至 拥有他俩 我无比骄傲 这个我就是刘格良之导 写得很真切 文字也很清晰 这是给所有人看的 阅读量68万人 这份情感 其实他们通过手中的手机 通过微博 马上能够分享 但我相信这只是 你跟他们说话当中的一部分吧 在这个决赛前 跟他们俩有什么 我们不曾知晓的 只有一对一面对面时候 讲出的话 有吗 真正他们到自己人打的时候 我都一般比较避险 不会跟他们 比较避险还不是避险是吧 基本上是避险 不会跟他们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他们都会自己分头准备 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习惯去准备 更多的是他们的主管教练 一直在陪伴在他们身边 所以具体在这些细节上 可能他们的主管教练比我更了解一些 既然您把话头给挑到这了 那我想问问肖战 肖指导 您首先说上日快 今年45岁 非常好的年纪 其实我在采访张继柯的时候 他曾经亲口告诉我 我说你什么时候能调整完 他说今年年底了 您担心他吗 听说您视频赛事前特别着急 对应该是 因为从这种状态的这种感觉当中 我要是比较担心一点 可能是我的这种优惑 比较强一点 比较强一点 强一点 但张继柯当时回答问题 留有余地了吗 留一些余地 留了余地 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真实的想法其实就是 这次适应赛之后 最期望能够真正把自己的状态 跟感觉走 张继柯 2011年在路特丹第一次出战 世拼赛南丹 就从王浩手中夺得冠军 同一年又将世界杯南丹冠军收入囊中 自年一鼓作气 登上伦敦奥运会南丹冠军领奖台 短短15个月的时间里 张继柯就完成了很多乒乓球运动员 也许一生都不可能实现的大满贯梦想 随着伦敦登顶 张继柯在中国南拼如今的地位 已无人能出其右 我认为看次15个月 其实也是我运动生涯的十几年 二十年 其实就是在我拿冠军的时间点里面 可能是集中在这15个月 其实我认为没有 其实都是从从小一步一步开始 到去年奥运会结束 我认为这个经历还是所有人都一样 不论是之前大满贯拿掉也好 或者是我15个月拿大满贯也好 我认为都是从小到以前大满贯的那天开始 一直美丽的那种结果 不光是从六十万以后我才开始努力 当然顶峰之上既有众人难见的美景 也有高处不胜寒的良意 奥运会后的调整期伴随而来的是一段时间的状态低迷 1月27日澳大利亚公开赛 张继科作为头号种子惨遭暴冷 2月25日卡塔尔公开赛 他又音声退赛 出征巴黎之前的封闭集训 张继科也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说说 你现在应该比赛要比前更快乐 因为你拥有过所有的这种成绩 但是其实不一样 其实你要面对很多这种压力 去进行那场比赛 你出球以后可以承受很多东西 跟之前就会有很多不一样 可能现在的困难又比之前大得多 再一个就是刚才提到这种欲望的问题 其实很多朋友 包括领导教练 跟我说的问题是一样的 但是真正能不能起到效果 还是要考自己 回着在巴黎未免式拼赛男单冠军 张继科已经开始踏上了 再次实现大满贯之路 这座奖杯能说明你回来了吗 这座奖杯 足够有能说明的 其实抛开男单冠军 之外我认为 就算自己没有拿到冠军 我认为在这次比赛当中 自己已经完全找到了 这种临战的状态 跟大赛的这种感觉 王浩飞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有四个字 王者 英雄 按照最传统定义 王者一定是冠军 英雄可能这一瞬间 是指你们两个人 不止仅仅指一个人 但是更想把英雄的名称给到你 这刚才刘洋梁指导也都谈到了 在这件事情在之前 所有人希望你身上贴的标签是告别之战 但唯独你想把这个标签撕掉 你死活坚持是幸福之战 为什么当时执意拒绝告别之战 而把幸福标签贴在自己身上 什么意思 什么是你理解的这一次的形式 我觉得因为自己确实也参加了很多次大赛 但是从一年另一个角度来讲 还没有像王一琴 像马林 他们就是要比他们要小一些 所以可能再加上自己的这个能力也有 所以因为刘洋梁指导 包括很多教练 他们也在说 就是说自己应该先确定好的 有这种未来的这种打算和这种目标 一旦确定好以后就应该去努力 如果要想好好打球的话 就一定要这种尽全力去打 所以自己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比赛能够去 再次能够去发动 王浩 三十岁 右手直握球拍 作为直板选手 他的反手直拍横打技术世界一流 手握三个世界杯单打冠军 又早在2009年市冰赛登顶南丹冠军宝座 巴黎是这位拥有无数球迷的明星球员 新洲际的第一站 5月20日已经是王浩连续第九次打击世界大赛的决赛 这种绝对实力和超强的稳定性 至今尚无人能及 虽然最终再次在世冰赛决赛赋予张继科 但是王浩是一名伟大的乒乓国手 这个结论路人质疑 我觉得又一晃十年了 我觉得这个十年之前第一次参加实验比赛 这十年之后了 有很多人觉得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所以但是我自己又觉得也不一定不好说 所以尤其走过了这个十年 有很多人一起陪我这个走过了这个十年 我觉得自己确实觉得很幸福吧 2013年的巴黎 挥别一位伟大的久远 我采访您的时候您给我一个答案 我说您现在更看好谁 您给我答案是马龙 对吧 您给我答案是马龙 真切的讲一讲 对张继科 对王浩在这件事情当中 您原本内心的那份期待是什么 因为说实话 很多人在世纪赛前都不认为张继科能够拿到这个冠军 您也是站在这些人的阵营当中吗 还是在他们的对面 我觉得我站在他们中间吧 站在这些人中间 对 不是站在这个 站在这个 观点当中的中间 因为我觉得客观的这种分析 张继科还有这方面的能力 他也有这方面的气质 但是他前一段状态确实不好 而且他能不能从奥运会之后 在世锦赛这次比赛当中能够找到大赛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取决于他能不能拿冠军的根本 所以我觉得刚才你问张继科什么时候能回来 一般从我们乒乓队的人来说 多少会打一点埋伏 打一点折扣 他跟你说的是年底吧 其实他更想的是马上回来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证明就是这个奖杯 是吧 是他带过去的 他又能够给带回来 我觉得这个就体现了 他为什么为大赛而胜的人 就只有这样的比赛 可能才能够把他真正给摘回来 我们现场的王立琴 也曾经是世锦赛南单的个人冠军的常年者 马林也曾经是奥运会南单的金牌得主 他们似乎都应该站在一个巅峰了 他们出现过像张继科这样的博者 还是只有张继科有这样的博者 所以他才是张继科 只有张继科有这样的博者 所以这个让王立琴呢 他拿过三次这个杯子 这个也非常难也残联过 但是张继科和王立琴的这种性格是截然不同的 就像刚才这个问到肖赞和继科 那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师徒 所以说在分队员的时候 其实就考虑过 因为张继科和肖赞他一定要有一些互补 像肖二王呢 非常勤奋 非常努力 忧患意识特别强 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特别强 他会把困难准备的特别特别充分 会非常细 帮助这个运动员去分析 准备 会做一系列的这种工作 但探探继科 他是心比较宽的 心理素质极好的 但是忧患意识相对差 有时候自我感觉会非常好 非常相信自己 所以这会儿的时候就有点狂 有时候就会忽略一些细节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他们两个配合的这种默契 在这几次大赛里头 这也是说张继科真正回不回来 我觉得一般的比赛看不出来 而一般的比赛也叫不回来 只有这样的大赛 能够刺激到这种心理 让他在大赛当中享受这种压力 享受这种快乐 享受这种别人体会不到的这种乐趣 才能够把他吸引到比赛当中 这一点非常关键 我想问张继科想跟你确认一个时间点 就什么时候刘继老所说的这种状况 在你身上出现了 我认为四分之一比赛 因为当时第三局落后 第三局落后 赢回来以后 从第四局开始 我就在场上非常舒服 就打的比赛就还没打够 就不想下来 就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了吧 对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 路德安 巴尼赛的布尔 这种感觉还是挺美妙的 我看你那条微博是 爱他了王浩 爱他的许心 爱他的马龙 而且还说了心 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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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这是你们彼此之间的简称 那个微博只有八个字是什么 当时半截赛之前 我发的是享受过程 问心无愧 这是早有准备 还是说你确实想通过这个告诉他们四个人 以及告诉更多的人 当时自己也是下意识想到的 因为我们四人进到淡决赛里面谁赢谁输都很难说 所以当时我就想让他们三个一起去享受整个比赛过程 因为输赢 打出自我 享受整个比赛过程就是最舒服 其实在节目前 我跟刘老聊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感悟 就是乒乓球其实打到最后 其实打的是人 这个打人不是说直接打击对方 而是说你人的内心当中很多东西 这样拿出来进行比拼和对比的 如果说您所谈到的 在最近五次大赛当中 他们俩是世界男子乒乓球单打当中 对准最多的人 那我们看张继科站的优势 王浩似乎是在掠视 如果站在您如此接近 如此了解情况下 我们能得出什么结果 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特点 决定了现在的结果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来说不是同一批的运动员 所以王浩还是要应该比继科早一批的运动员 那就像我们回来飞机上 我跟王浩聊天也说的 你想在09年 王浩拿这个奖杯的时候 张继科还天天陪练 天天陪着王浩去比赛去训练 就像现在邱一鹤陪着张继科一样 他没了连单打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天天就跟在边上去学 去练去跟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种传帮代的过程 他们不是在一个同一代的这个水平线上 所以这个难就难在 不是在同一代里头 又能够在五次决赛里边连续相遇 这个是创造了一个记录 应该也是一个奇迹 我相信很难会以后再去发生这样 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这个从王浩从04年开始 一直到08年这个周期 到08年周期应该是王浩最鼎盛 最黄金时期 无论从他的技术还是他的年龄 之后大家可能都感觉 王浩要去走下坡路了 在这会儿的时候 王浩一直在坚持 而且在这个都认为 王浩是在一个坚持的这个过程当中 碰上了张继科 这两个人开始相遇了 所以在这个短短的从10年开始 一直到13年 其中大赛里边五次相遇 我感觉确实证明了 他们两个确实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段里面 是男子相当最强的两个队 文章卫会决赛结束以后 摄像机对着王浩 我在电视机前听 我也跟你说过 我采访我也问过你 其实让我特佩服的一句话就是 我真的现在打不过张继科 这句话看似是示弱 但我觉得是一种清晰的坚强 在我看来真是这样 这次比赛完了 我没听到你的采访 这次仍然是这种感觉吗 还是这么真切的感觉吗 其实从技术分析上来讲 确实自己占很大一种劣势 但我觉得就像技术刚才说的 我从去比赛开始 从第一场开始 其实自己的心态非常好 一直在这种去享受比赛的过程 一直打到最后决赛 其实真的决赛 我觉得无论输入也 我觉得这个都比较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自己能够又一次 在这片场地上 就能够去感受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 这个吴志导好像在这次比赛完了发一条微博 还是跟别人讲的说二王一马的时代结束 您确认吗 应该说是因为马林云王林琴来讲的话 我感觉他们可能是他们最后一届的市井赛 这个单向比赛了 对于王豪来讲的话 我感觉还不一定 不一定 因为他现在他本身他现在有这个能力 那他根本以后发展他会怎么样 我也算不出 但是他们三个人这个时代 我感觉到一个以他们为主体的这个时代 我记得在之前我采访你 我说是一个冠军能把你留住 那现在一个亚军能留住吗 当时我其实好像我也说过 可能就算如果我拿了冠军的话 也不一定说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对因为我觉得自己是有能力 但是觉得更主要的 我觉得要为今后的打算 去做一些打算 也为去考虑 这个时间点急吗 着急去确定吗 需要他马上确定吗 不着急 还是一切从路 我想可能对王豪来说 到了这个年龄段 到了这样的这个一个运动生液 的后期阶段的时候 他会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想法 他跟季科不是一个想法 所以为什么我说他俩不是 是一个年代 不能算一个一个年代的这个运动员 但是都是最伟大的运动员 遇了半个时代 所以现在这个王豪 他是这个边打边看 他已经在规划 可能在准备这样那样的这种准备 所以不是很清晰 所以对于很多球迷 包括很多人 也这种说希望能够留住王豪 对于我来说 说句心里话 到现在为止 16年我还没有给他留任何的位置 因为我也不忍心再给王豪留这样的位置 我感觉太累了 他已经打了三戒了 三戒 每一戒都是身兼两下 消耗太大 对 消耗太大 但是王豪呢 我说他就像一部连续剧 老没完 没完没了 你感觉 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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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开完 我们俩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还说 一方面内心确实被王豪这样的这种大无畏这种勇气啊 是吧 内心给他鼓掌 给他喝彩 我又来飞机上说了 哎呀 我说你又回我一员大将 又拦住了马龙 因为马龙在三戒这个半军赛四军赛的时候都输给了王豪 这就拦了他六年 要不然可能马龙这个杯上应该也可能会刻上M大头了 那这就是这个经济体育的魅力 所以我觉得像王豪来说呢 他最快乐的就是现在他只看眼前的这种打球 他只做现在的 不像对张继科 张继科会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划 至少到16年是非常清晰的 非常深入的 既然您提的这么清晰 有一个问题就变得愈加的突出了 如果说二王一马时代结束了 现在我们将迎来了我们年轻战场当中最先出场的三位歌手 刚才唱的非常清晰的马龙许心和张继科 能就这座奖杯的第二次在张继科的手中 我们就断定一个新的时代将以这个名字来命名吗 会是这样吗 从目前来说 肯定张继科的这种成绩和成就 已经高于马龙和许心 并且高得很多 因为竞技体育它还是不光看水平 更主要是在一些大赛当中取得的成绩和荣誉 从水平他们在伯仲之间但从成绩和荣誉上来说 张继科已经领先了很多 你仍然没有给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 张继科愿意接受这个时代以你的名字命名吗 这时一直是我一直奋斗这种目标 可以以我的时代命名 但我希望有更多的对手去给我对抗 我们把决赛拿出来 我们通过看决赛 也通过三位两位当事人和一位当时的现场解说 我们一起来看决赛当中某些关键点 这分是挺关键的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打到7比4的时候 7比4 王浩修要暂停 对 这个暂停合理 合理 我在解说的时候就说 因为他们两个刚才解读心态的时候 这个也是 因为王浩第三句迎下来之后 因为继合在2比0领先的时候 非常想见到3 所以打得有点急 就是不像前面那么耐心 所以王浩很有经验 一看第三句档案之后 刚刚王浩自己也说了 明显加快了比赛的节奏 然而这会儿是7比2很快领先 但继合在真到6比2发了一个失误之后 他反而把心放下来了 反而这局就慢慢咬 万一输了之后 我想他已经把心竞起来 就是被拼最后的比赛 但他心一竞起来的时候 在王浩领先压力就大了 但所以到7比4的时候 这个王浩足够交了个暂停 因为他也知道 如果对局输的话 即把打击一进 如果说对局 他要王浩赢下来的话 反正一上一负是两局 因为王浩赢了2比2 看似2比2 但王浩赢了气势 因为他0比2落后是连锥的 这个像季科呢 他2比1顶先 如果这局落后咬回来 他从3比1 他等于净胜两局 所以这一局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关键点 其实在这一瞬间的时候 王浩还拥有几个局点 对啊 还有几个局点 对 10比7完了 11比10 12比11 这时候的王浩觉得麻烦来了吗 觉得 打到先打到10比8的时候 自己就 第一打完10比9以后 就意识上有一点感觉 情况可能稍微不利 别糟了一点 有点这样就是要搏命的时候 就是在搏命的时候 是不是张继科似乎命更长 似乎更狠一点 对 他可能这个更坚决一些 实际上讲了 其实这样没回合的比赛 反而是最凶险的 因为从10比9开始 王浩已经知道守是守不住了 所有时候都在乏力 就是一招至敌的这种想法 因为张继科也知道 所以他也咬牙在这种坚持在顶 所以这会儿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是内心的一种较量 就是谁一旦示弱 谁一旦软了之后 不光是这一局 你看就像这个球是最关键的一个 所以你看张继科前半是一直闷着 只有整场球 只有这个球 然后迎完之后 啊才这种去喊 因为他感受到了 他内心这种王浩带给他的这种压力 就像上次他撕衣服 十比五岭被追回来 这样 你看他这一下来的时候 他内心终于可以把这口气倒上来了 所以叫了个暂停 嗯 所以我感觉就是 继科呢还是 打球极冲领极冷静的 有大智慧的 一般的人 在这会儿的时候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什么时候忍 什么时候搏 到什么时候去 用什么样的战士 你看这一下叫完展平都很冷静 前面都是反手拧 去拼 所以我说叫完他说 只要摆一个 嗯 去避一下王浩搏杀的这个风头 嗯 他搏了人家一个他躲了 嗯 所以他打球这点上还是非常清楚 当3比1的比分出现在大屏幕的时候 可能也印在张继科的这个心中了 当然觉得是不是可以了 基本打下 也没有 当时 呃第一个想法是 呃不要 不要去过多想比赛结果 嗯 三局博一局 嗯 三局当中 后面有三局的机会去博一局 呃在最后一局当中 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这留着反复提到了 我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那个转折点 王浩进入到最后 当我 当我们 现在看的是最后一局 当时其实你还不知道是最后一局 现在回头看的时候 在这一局当中的王浩跟前面 是不是有变化了 嗯 还是这种 嗯 还是这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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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比赛的质量来讲 这一次的比赛跟奥运会的时候 这个决赛的质量 刘老师怎么做个比较 嗯 我觉得从技术含量 这次比赛 嗯 要高于奥运会的决赛 嗯 而且这次比赛里边的王浩的这个表现 嗯 比奥运会的时候 又要好了很多 嗯 所以这个比赛会更加有悬念 这次张继科非常危险的 刚才7比2那一局 对 10比7 如果赢不下来 哦 对吧 那就是很危险 这个时候非常 这是个插边球 嗯 嗯 这是个硬性球 嗯 如果是这个转折是变成了8比5 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对 现在是6比7 张继科那一瞬间 你现在看来是转折点 在那一瞬间 你觉得是一个能够抓住的一个东西 当时 嗯 7比6跟8比5 嗯 差距还是挺大 所以当时 嗯 而这个球是自己 非常被动的一个球 嗯 转回来以后 这种信心嗯 嗯 跟厂商那种气场 可能又会不一样 又会不一样 那王后当时是不是那一瞬间觉得 怎么倒霉的 这次还是我 嗯 这个7比5 那时候打完说 心里确实咯噔一下 嗯 就可能 呃 意识上我觉得自己 稍微有一点点 这种就是感觉 可能这回是有点够呛 就那当时是变成了6比7的时候 对 又一样乱了 然后上来又吃一发球 马上清洗 就连续那两个球 就 因为你们太熟悉了 你知道你一下给了对方这种 对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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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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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希望看到张继科的庆祝方式 从撕衣服开始 以及到奥运会 我看你去了一个特别偏远的角落里去庆祝 当时还是一个灯光还没有跟上 这一次看到你是一下子就冲向自己的父母 你知道他们在哪里 看到动作的时候可能又会 看到动作的时候可能又会 这时候很多人都看到你眼泪流下来了 这似乎拿到冠军流眼泪 对很多人来讲 都不是 都不是什么特例 但对你来讲 这一次的这个冠军应该是 这一次这种通发可能跟以前也有所不同 我认为这次自己真正感受到危机和困难的时候 在这拿着冠军跟之前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其实自己对这个冠军倒没有说太多的高兴和兴奋 其实刚刚我们谈到了 无论说在决赛当中预期的是张继科还是马龙 我记得在那次参考结束之后 刘老把我带到训练场当中 战场当中马龙正在加烈 他跟我说一句 希望马龙能打醒张继科 希望能有挑战者能有刺激者 真遗憾 这次马龙没有能够停进到决赛 可能我们还复制的是奥运会的对阵 但是可以讲 未来的几年当中 无论是马龙还是许新还是后来者 一定将成为张继科这一生当中的好对手 好兄弟 因此未来他们三个人所构架的这个时代 其实已经开始了 早在伦敦周期 就有媒体挑明接下来的南拼时代 是属于马龙 许新和张继科的 如今他们被人称为新三剑客 成熟于微博时代的新南拼主力 显然有着和王浩马银 他们完全不同的生长方式 更加活跃更加开放 张继科凭借极强的个性 和堪称刁悍的球风迅速成为新一代霸主 实现个人大满贯后的理论周期 张继科的问题在于如何坚定自己在战的决心和热血 马龙完美的球技 烧显魅脸的个性 在最重要的决赛场上 面对张继科并且战而顺之 是这个年轻人的夙愿 对于许新来说 世界排名和个人状态即使再出色 他也还需要关键一战和关键的一场胜利 伦敦奥运会的缺席已使得他在两个兄弟面前烧显烈势 我感觉我的性格是在他俩之间 要狠也没即可狠 然后要闻也没马龙闻 所以说这两个人 我要是都能把他们的优点能吸收的话 我感觉我是有能力去超过他们 但是要是吸收不了的话 老卡在中间的话 也拼一辈子也没戏了 许新就是永远看自己好的一面 性格上可能也是许新开朗一些 马龙就是非常听话 非常乖的一个队员 每时每刻都在找自己的问题 找自己的部署 我是他俩支箭 契科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 而且非常努力的运动员 然后他这种性格可能相对来说不一定像我 可能平时都会一直这么踏踏实实 但他可能会去觉得把握住机会 许新呢其实我觉得他现在这种 也是非常向往这一个新兜区的一个世界冠军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年轻的战场 如果这五个字是今天的先行主题的话 那现在坐在我旁边的这三位 就是最好的这个主题的阐释 他们三位就是目前中国男队当中承担单打的 应该是最好的三位运动员 客官们讲如果熟悉这支队伍的话 熟悉士兵赛前的备战的话 恐怕你并不认为中间穿着黑衣服的张继科 就是最被看好的那一位 可能当时甚至有人会说许新是大人们 有人认为马龙的实力最强 也可能构想了决赛 是在两位穿着白衣服的选手当中进行的 可能对他们来讲 未来路还有很长很长 他们可以说是一生的对手 当然同时是一生的好兄弟 每个人的性格都非常显明 刚才在表达自己的特点和说别人的时候 都有意无意的把自己放置在另外两个人的中间 其实这可能就是三个人逐渐交融 但同时又非常鲜明对立的这样的现实 先想问问马龙 此前应该很多人都说 包括刘伦导都说 看好马龙 非常看好马龙 半决赛怎么了 这宿命就是不能被打破吗 连续三届 同一个对手 同一个台阶 怎么了 其实有的时候 作为运动员 有的时候 说是这条坎 只是一条坎 但可能这种突破的时候 还需要每个人的成长 还需要可能不光是技术上突破 可能最主要还是这种心理上的突破 可能我觉得这次 这种自己在这方面可能做的还是不够好吧 你是觉得就是生生相克 你就觉得王浩就能克你 你比别人更坚信这一点吗 其实我倒没觉得他克我 可能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自己 这种发挥上显得差一些 但你心情是怎么复杂的一个不错吗 其实我觉得这种可能这三届都不一样 可能从现在这种技战术这种能力上 可能跟前两届比自己还是有很大提高 可能两个人现在这水平还是差不多 可能不像前两届 可能自己多少会有些劣势吧 主要还是这种在大赛当中 有的时候在这种心理上这种果冠上 可能还是现在差一些 许新的半决赛也足够苦涩 因为0比4这样的比分看似是一个惨败 其实我们知道美局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有机会吗 半决赛里有机会吗 其实我感觉自己还是这种大赛的经验 包括赛前准备的这个步骤 还是略显单一一些 感觉还是在这种经验在和别的主力上比的话 还是略显单薄一些 所以说在赛前的准备 包括在场上的这种应变能力慢一些 有的时候赛前准备是这种想法 突然在比赛中一有这种转变的时候 自己调节方面还是要差一些 你跟他打的时候是不是觉得 这小子怎么回来了 小子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 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吗 这场半决赛 知道他四分之一对德国选手 然后第三局落后赢回来以后 就是能感觉到吧 可能这种在赛场上的感觉 包括这种气可能又回来了 然后所以说在自己的赛前准备 也想到了很多 我一直想找到马龙的微博 但你几乎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比赛之后 你利于表达 几乎不愿意去表达 对吧 恭喜七可了 对 恭喜七可 我自己的心情其实没有做更多表达 但我看到许欣还是写了一段 而且配了一张图片 是透过酒店的窗户 拍着雨雾之中的巴黎 自己还说这个感觉挺艺术感的 这小微博给我留下挺深的印象 其实还有两段组成 我对第二段印象特别深 巴黎一座无数人向往生活的浪漫之都 在这些天看来也并不是那么的完美 窗外虽然飘着细雨 但是这张图片看来依然很有艺术感 成长的经历只是一种过程 雨后会有彩虹 只要有理想 有付出 有胆量 一定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梦想永不放弃 这是写给自己的吗 不像写给别人 就是写给自己的是吧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写下的 我看这个发的时间是 5月21号的13点47分 吃饭的时候吧 吃饭的时候 怎么突然想 好像是一直没发出去 一直没往 早早就想发了 这个心情是出现在自己输的 输给半军 半军赛输球以后 对输了以后 赢了的话可能 这个还有一天的比赛 不甘心是吧 其实对我来说 从小的一种经历吧 相对都是比较顺 然后一直走到现在开始会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 当初的感觉还是 有些感觉和原来不一样 但是现在感觉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吧 我还是希望能遇到困难 然后从中能再去得到更多的东西 张立克另外一条微博也很有特点 而且我发现他愿意用微博向所有人喊话 向自己的好兄弟喊话 这一条是成长是一条艰辛的路 这一度感谢由你们陪伴 每一次冷静地面对自己 每一次完全地战胜自己 让我更加珍惜与期望 一如既往去实现 去享受 去奋斗 好 浓心 我们为心中梦想 努力 为国家荣誉奋战 所有怀抱拼乓球梦想的人们 我们彼此时刻 坚定信念 巴黎的新起点 我的好兄弟 我们在路上一起加油 即和这个是 跟以往的表达不一样 你开始关切到别人的心理感受 关切是不是自己可以影响到别人 这是你现在表达方式的变化 对 因为冠军是我拿到的 但是 我的身后有 我的教练 包括团队都在为我努力 才换来这个冠军 再也有想用冠军去跟他们分享一些这种 自己认为是比较成功的一些经验 其实很多人都希望看到你跟马龙打一场决赛 因为我不懂拼买球的人都知道 当然会说风格 会说以往战绩 会有相克的这种情况出现 马龙曾经非常期待决赛中跟你相遇 你可以曾说那种马龙吧 或者跟许欣马龙 对马龙这样的一场决赛 你内心还充满期待吗 因为很多人说你决赛中不一定打得到马龙 对 因为你去之前的 自己的事业排名肯定是 半决赛顺利进入的话 不如对许欣对马龙 所以自己也做好了 向他俩挑战的准备 因为在这之前 我跟他俩的战绩都是处于这种下风 所以自己也想在实际赛上去证明一下 听说决赛前 其实对你来讲 可能马龙球风相克 打起来更难 但是你可能表达说 希望马龙上吧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想法 为什么希望马龙上 就像刚刚罗伯说的一样 我跟马龙许欣是一个 时代的这种决赛员 也想跟他们两个人去 有这种竞争 无论输赢 这样大家才会 产生这种良性的这种循环 这样的话 我们互相都可以进步 如果 是马龙上来跟我打决赛的话 结局虽然不一定 但是我想 大家的这种 期盼 跟预想的 会跟之前我俩说的一样 季科的气度也发生了电话 但是在半决赛中 输球是件挺难受的事情 香气那些大道的 那顿意大利餐 起到了抚慰 受伤 心灵的作用了吗 你们俩都在做 还有刘志导 还有晨起 对吧 马龙觉得 那个刺激确实 跟以往不一样了 其实自己 既然我觉得 作为女员 能够享受多少容易 就要承担多少这种压力吧 所以说 觉得自己 既然选择这样的道路 反正就会一直走下去 输球之后 独处的日子不好过吧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输球以后 就更希望自己一个人待 在你们三个人当中 可能 马龙更像是一个乖乖捆 还会一直这样的乖乖下去吗 还是身上多一点杀气 当然这种英文人需要在厂上 有这样的这种气质 所以说自己也是 通过这几年 我觉得自己多少 还是会有些改变 我们在第一排看到了 秦日宝 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你应该比任何人都熟悉 因为他就是在您的麾下 在您的手下 慢慢的成长着 其实看到他们输球 您除了知道 中国的一定大管理之外 您内心当中也会有很多 挺复杂的情感 一定是这样 因为自己的分管队员 肯定是希望 自己的分管队员 去拿到冠军 所以这种复杂的心情 我觉得 也是足管教练的一种纠结 可能这个时代当中 不可能三个人 齐头并进 这是很难 肯定会有人领先 有人在追赶 如果跟技科比起来 他们除了年龄和经验的 欠缺之外 还有哪些是他 内心当中 很本质的东西 是需要不强的 什么东西是基带不强的 我觉得主要 他们俩笔记科 差的并不是技术 主要是血性和杀气 这个课 秦志导能不通吗 我当然需要通过 外界很多的力量 和方式方法 来改变他们俩 这种血性和杀气 可能是源自于 人的这个本源的东西 恐怕也是大赛的激励 和对于那份欲望的被激发 这个技科是不是真的是在那一瞬间 自己对这个奖辈的欲望 被充分的调动起来 第一个是我想证明一点 就是在赛前 所有我不被看好的人 向他们证明 我还是有这种实力 再一个 我认为 他俩对这个冠军的向往 对这个胜利的渴望 想拿冠军这种欲望 要比我更强一些 所以可能心态上 多少会比我重一些 没有我释放那么好 我们看到你们的前一代 二王一马 并排坐在下面 这以前都是你们的老大哥 也都是你们的榜样 如果以你们三个人定义 新的一代的话 你们这一代会跟前一代 有什么变化 其实他们三个人 在之前也是获得了很多荣誉 然后给我们下面 也是能够传帮带 给我们三个起了 很好的这种带头作用 所以我们三个 还是要学习 他们身上的一些这种优点 然后继承我们三个人 身上的优点 这样的话就会不断地去超越 这个奖杯 百般有三个人面前 可能对张迪克来讲 已经没有距离 但对于许新的马龙来讲 可能有一天的距离 因为你多有一天 可能能进入决赛 希望你们用今后的每一天 去缩短这一天的距离 能够站在决赛的赛场上 也希望未来的年轻的战场上 仍然能看到你们三个人 为了这座奖杯 为了自己的那份乒乓球运动的魅力 和自己魅力的达成 能进一步地再努力 好吗 而且我们也希望 这个视频赛 以及这期节目的主题 不简简单单是年轻的战场 因为从今我们也希望 这是告别的年代 而真正做别的 将是马上出场的 为什么不简简单 不简单 地迷你 什么 什么